大家好 我沒有請蹦賞 我沒有請蹦賞 穿幫了嗎 現在穿幫了嗎 穿幫了嗎 穿幫了穿幫了 放掉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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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好 我是BOSS 現在的情境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要在世貿進行收音 都是很重要的國際級來賓 沒有讓你別麥克風的機會 他們站了就是要講話 那麼這個麥克風呢 是無關的 跟你們是無關的 這是我們的另外一個側拍 在拍的 那我收起來 這邊收起來 我們現在的麥克風是 TNWH3指向式麥克風 我們接到一個任務 要在世貿訪問一些貴賓 這些貴賓是沒有辦法 讓你使用無線麥克風的 縱使可以在世貿使用無線麥克風 也是相當相當的風險 因為我們在那邊經歷過很多次的失敗 收音的部分呢 就是被蓋台 尤其資訊展期間 那個藍牙2.4G 5.8G鋪天蓋地 所有的裝備都釋放無線電波的時候 麥克風在那裡 英雄無用武之地 所以指向式麥克風的這樣的運作模式呢 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一個人的江湖 一個人的武林 一個人的收音 一個人的攝影師 一個人的導播 一個人的導演 在人口急劇下降 少子化的狀態之下 我們沒有足夠的工作人員 就要動腦筋 如何架設一個輕便簡單 好收音的蹦桿 讓我們輕輕鬆鬆的 能夠把聲音給駕馭清楚 這就變成當今非常重要的課題了 收音 監聽 腳架 攝影師 全部都有一個人搞定 感謝各位的支持 我們這些小發明小創意 希望能夠帶給你無限的可能 謝謝大家 謝謝